去夜市買一整袋烤肉 到家打開來看 差點沒吐血 明顯竟然可以烤得 跟木炭一樣頂酷酷 網友還控訴 雞皮骨大腸吃起來 有骨怪怪的味道 質疑肉片紅紅的 根本沒烤熟 事後 碰文大罵 在高雄六合夜市知名烤肉攤 花了675元 但每一隻都嚴重烤焦 焦到每一口都是苦的 氣到幾乎每吃全部丟掉 怒烘超級雷電 我個人帶我多少錢 然後結果全部都是 不能吃的東西 我會勉強 但是豆干變明血不行 從小就知道 他們是烤成這樣 福建民就說 這間烤肉攤烤到草灰搭 是多年來的特色 也點開網路評論來看 竟然有個致癌物選項 其他客人也PO出 豆干烤焦 雞皮骨整串草灰搭的照片 網友狂酸 烤這麼爛還真不容易 又一個受害者 滿滿的致癌物質 吃完可以得癌症了 我們錯的就是錯了 那有時是真的木炭燙火 是真的不好控制 烤肉烤胎僑或是床子 有怪味道老闆道情認錯 說買到的民眾可以蠢的退費 再招待當天一整袋 以及外加兩隻烤雞腿 希望客人可以消消氣 記者金燕中王書宏 高雄報導 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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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按照片